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现在呢 谈到这个零苏二星甲 咱们很多的朋友啊 就是不管种植大天作物啊 还是这个 大鹏种植这个金座 往往都喜欢的就是每次呢 都去使用这个零苏二星甲 那么零苏二星甲 到底是否应该每次都去使用呢 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现在提到这个零苏二星甲呢 咱们很多朋友呢 把它作为是一种页面肥来使用啊 因为这个零苏二星甲呢 本身呢它就含有这个 五十二个零三十四个甲 既能促进这个 花样分化啊 同时呢又具有这个 蓬果的一个效果啊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朋友呢 就是每次打药的时候啊 都习惯性的去加入零苏二星甲 这些零苏二星甲真的就起到作用了吗 并不是这样 首先零苏二星甲呢 它是不能和一些这个 盖啊去混合使用的 除非呢 是这种EDTA型的 就是凹荷胎的这种盖 那么可以去配合使用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零苏二星甲 咱们很多的农户朋友呢 在使用的时候 往往呢 不注重这个零苏二星甲的一个量啊 一桶水啊 有时候呢都会上到两百克三百克这样的一个量啊 结果呢就会导致这个零和甲的一个过剩 从而呢导致出现一个肥害的一个情况 这方面呢 也希望咱们朋友们呢要注意 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零苏二星甲啊 将于咱们朋友们一般呢 使用的时候 最好不要在中午这个高温阶段啊 去喷洒使用 一般的将于就是早上 或者是下午 三点以后 再去喷洒 这样子叶片的吸收呢 就会更快更好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